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如何搭建TypeScript的运行环境 首先如果想去运行TypeScript 我们需要有一个Node的运行环境 大家跟我一起来安装一下Node 首先我们打开Node的官方网站 node.js.org.english这样的一个网址 在这个网址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12.13.0 长期稳定的Node版本 还有一个13.0.1最新的Node版本 那我们的这里建议大家下载这个长期稳定的版本 大家点击一下 然后呢下载完安装包 在本地傻瓜式的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我在本地已经安装好了Node 那打开我的本地的运量行工具 在运量行工具里面 我可以输入Node-V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已经正确的安装了 Node 12.13.0这个版本了 那我呢所处的环境是一个MacOS的环境 大家如果是Windows的用户 你可以打开命令行工具 在命令行工具里面输入Node-V 也是一样的除了输入Node-V之外呢 它就在输入一个NPM-V命令 如果它也能正常的输出一个版本号 就说明这个时候你的Node安装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建议大家Node版本和我保持一致 这样的话课程里有问题 你定位出来之后 我可以及时帮你解决 清一下屏幕 这个时候我们Node已经安装完成了 接着打开我们VSCode这样的一个编辑器 在编辑器里面 统一对我们的环境做一些配置 首先大家打开Code这个面板 里面有一个Preference菜单 在Preference里面有一个Settings设置菜单 在Settings里面呢 我们查找一个叫做Code 好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TabScriptPreferenceCodeStyle 也就是当我们去写TabScript的时候 我们统一使用什么样的引号 这里面我们可以选一个Single 也就是单引号 OK 这里我们再搜一个东西叫做Tab 也就是当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的缩进怎么去使用 这里我的缩进采用的是两个空格的缩进 所以大家也改成2就可以了 OK 保存一下 回过头来 我们关闭掉Settings 然后打开之前我们写的一些代码 我们把demo.js删除掉 因为后面我们学的就是TypeScript 就不再写这种JavaScript的代码了 OK 点击TypeScript 之前我们这里这么写的代码 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 console.log 写个双引号 123 保存 大家可以看 它没有做任何的提示 本来我是建议我去用单引号的 但是现在写双引号也没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改一点东西 去安装一个插件 这个插件怎么安装 我们点开编辑器工具 左侧有一个Extensions 在这里面我们搜索一个插件叫做Pretier OK 我们找到Pretier 大家呢 在这里应该有一个install的按钮 因为我之前安装过 所以这里呢 它有一个enable的按钮 那大家安装之后呢 也会有这样一个按钮 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也就是使用它 你安装好之后 默认其实应该是enable的 如果你安装好了之后 其实这块没有enable的话 你不点也没问题啊 它直接就是默认开启的 现在Pretier这个插件已经开启了 那关闭掉我们的名列行 回过头来 再保存一下我们的代码 大家会发现这个时候 123呢 它就会把它变成单引号 同时我的这个代码格式 它也会自动的帮我做格式化 所以Pretier这个插件 还是很好用的 有的同学可能说 我保存的时候 好像我的代码并没有格式化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点开 刚才Preference里面的settings 再进行一个搜索 搜索什么呢 搜索一个save 我们找一下 当我们找到save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有一个format on save 这样的一个选项 我们把它勾选项 当然呢 我记得还有一个 看一下 没问题 你只要勾选一个format on save 就可以了 当我不勾它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 假设我选的是双引号 我点保存 它不会帮我们做这种替换 当我把它勾选上之后 再回过来 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做这种转化了 好 这样的话 基本上把我们的系统和编辑器的配置就做完了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安装一下tapscript 我们在编辑器里面按住command和波浪线这两个键 当然大家也可以在顶部选择new terminal这样的一个菜单 去换起 去换起terminal这个面板 在terminal这个面板里面呢 我们运行 npm install tapscript 全局安装一下tapscript 那大家呢 也可以在这里加上一个版本号是3.6.4的这个版本 因为当前我看到了tapscript的官方网站上 它的最新的tapscript的版本是3.6.4 所以大家呢 可以跟我保持一个版本号 当然如果你不想去和我安装一个版本 你也可以直接安装tapscript 不用加版本号 那安装呢就是最新的了 会撤一下 但是我建议大家 你安装的时候保持和我一致的版本号 这样的话出了问题 我们可以及时同步 及时去解决 那安装好了tapscript 我们基础环境就搭建完毕了 那如何验证我们现在的基础环境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首先运行一下clear这样的一个命令 清一下屏幕 在这里面 我们去运行node demo.js 大家看我现在是在tapscript 这个代码的目录下运行demo.ts这个文件 不是js那个文件啊 我们回车 你可以发现它报错了 它说什么呀 它不识别point这样的语法 之前的课程里我跟大家讲了 tapscript它的代码是没办法在浏览器或者node的环境下 直接运行的 如果你想直接让它运行 你必须怎么办呢 你必须这样清下屏幕啊 你首先要运行tsc这个命令 然后后面跟着demo.ts这个文件 它的意思是tapscript compare 使用tapscript对demo.ts进行编译 运行下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你的文件夹目录下会多出一个demo.js这个文件 它是哪来的呢 它是我的tapscript对demo.ts进行编译 生成的能够真正运行的demo.js这样的一个文件 所以之后呢 我就可以通过node的demo.js来运行一下它 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它打出了123 为什么会打印123 我们来看 因为之前我在这里写了一个123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就会把123打印出来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就说明我tapscript整个环境搭建已经OK了 大家可以发现 当我去写tapscript的代码的时候 现在的流程是 首先我写一个ts文件 然后我运行tsc命令 把这个ts文件转化成一个js文件 再去通过node去运行这个js文件 是不是过程很复杂啊 好 为了简化这个过程呢 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我们可以在全局安装一个新的工具 npm install -g 这个工具名字叫做ts-node 好 现在呢 ts-node已经安装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安装的版本是8.4.1的版本 那大家想和我保持一致 你安装的时候直接npm install-gts-node 后面可以加上这个版本号 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持和我一致的一个环境情况了 OK 那这里呢我先把它都干掉 当你安装好了ts-node这个工具之后 你再去运行ts文件的时候 你就不必要那么麻烦了 大家看我把demo.js先删除掉 然后我去改ts文件里的一些代码 这里我可以把console.log123改成console.log del.tapscript delts 保存一下 那我想运行这个文件 之前需要先把它编译成js文件 再去执行 现在你只需运行ts-node 后面跟上demo.ts回车 del.ts就打印出来了 就会比之前的流程方便一些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后面要用到的一些环境基础 包括一些工具 就给大家介绍安装完成了 大家加油